今天很簡單 就是打仲裁 阿 打仲裁幹嘛 好 這個 待會 你們邊看就知道了 我是要來跟你們推薦一把武器的阿 叫多克拉姆 他本來大家都知道還蠻不錯的阿 可是你們有想過拿他打仲裁嗎 為什麼要提這件事情 因為他範圍很大 然後他 很快就可以把小飛機打掉 那 喔 等一下有小飛機你就知道了 我這樣轉過去小飛機就沒了 我只是覺得很奇怪阿 大家都不帶這個 很少看到 你看無人機 沒了 沒了欸 喔 這邊又一台欸 喔 又沒了 這麼好用 你為什麼不用阿 你不用管你前面的是怪還是什麼 你就轉 哇 一團就不見了 我真的不是在誇張 這個很好用 好吧 多克拉姆怎麼組 呃 擊打步 多克拉姆嗎 沒意外 那 握柄 他的握把 我會選斯卡拉 因為他是攻速最快的握柄 那攻速快 就是多克拉姆應該要有的特色啦 為什麼 因為巨刃通常都很慢 那你就組一把 跟一般的巨刃不一樣的武器啊 那我就是選攻速快的 那我就是選攻速快的 環節步 我 個人啦 我是把多克拉姆配到攻速最快 2的意思就是 再往上強化一階級的 那這個字呢 他代表的是攻速 所以我是 2階攻速配上1階觸發 這樣子 那加觸發加攻速 代價就是減機傷 減爆擊 那整體組出來的數值會長這樣子 14%爆 25%觸發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已經很 夠用了 因為多克拉姆他畢竟本身 就切割高 那他特色在切割 然後打切割觸發 所以 我就是玩偏觸發型的 那你說完全沒暴擊可不可以 可以 那記得帶一隻貓 或者是說我帶復仇者 那你的暴擊還是撐得起來 那配置長這樣子喔 那我的 我的壓迫點咧 我剛剛沒放壓迫點 然後不管 平常呢 你是要放壓迫點的 這好像龍甲配置啦 所以沒壓迫點 那平常你要放壓迫點 或者是說你芝卡有機傷 好 那就OK 沒關係 那其他的東西 一礦必放 跟你說很重要 激進必放 還 也很重要 那你說你有激進你就會想要飄移嗎 那就放吧 所以 這樣 這樣 不可取代 這是我當初PO文說的 不可取代 因為這兩個效果用紫卡撐不出來 真的撐不出來啦 那飄移 紫卡可以撐 可是沒必要 因為我上次講過了 你沒有必要弄一張叫做強化版飄移接觸嗎 你紫卡咧 佔你的格數18格 然後 你的效果跟飄移接觸一樣 比他強一點點 那有什麼意義 飄移接觸才5格欸 就有40觸發跟10連擊時間 這就很好用啦 不用特地再去撐 這樣子 用飄移接觸你的那個 激化數還不用撐太高 可是 你如果說我用 我用那個什麼 強化版飄移 OMG 那你這一格你要放什麼呢 放別的 你如果要放別的你可能格子就不夠啦 那也不一定 那你說紫卡 近戰吼 有紫卡比較好 因為你已經有很多張是 沒有辦法拿掉了 像什麼機傷 像異礦 像極境 肢解狂戰士 飄移接觸 這些你要怎麼拿嘛 這些拿一張你傷害就直接掉一截啊 你拿不掉啊 那這病毒 我紫卡上面有冰 好吧我就冰毒 好就病毒切割這樣子 剛好 那也有範圍 好沒有紫卡的要怎麼配 這神威促然不要帶啊 會砸死自己 阿這胡亂回天啊 架式 再來你說沒有紫卡的配置 必況必放 還有極境必放 那我可能想要劍鋒嗎 我想要範圍大嘛要劍鋒 然後再放壓迫點 那 必放的 放了 你還有光速要放 再來呢 你看 這邊 你的暴擊倍率跟你的觸發率都沒有很高 那怎麼辦 我個人呢 對於沒有紫卡來說 可能就 要嘛你就病毒切 不然就是創口 配飄移 純切 這兩個各有各的好處啦 那我個人呢 是覺得 我習慣是創口飄移 但是病毒切也很強 所以你不用 不用太那個 不用太糾結 可是為什麼我會這樣配 因為我想要飄移的10秒連擊 我的重點在10秒連擊 可是如果你配病毒切阿 我給你看病毒切 這邊 這邊打個病毒 病毒切下去你的配置就長這樣 可是如果你玩的是純切 那你可以 把這個都拔掉 然後把創口塞上來 那你還多一格 這一格呢 就看你需要什麼 那你看這邊 我可以去撐暴擊倍率嗎 你看暴擊 暴擊倍率沒撐 所以我去撐暴擊 那就撐阿 所以我習慣是純切啦 因為這樣子齁 我覺得比較 比較全面一點 而且也蠻痛的 然後 當你連擊疊高之後 你的觸發率 也比病毒切來得高 這是我去配純切的一個原因之一 那純切就很痛了 就這樣 這是梅子卡 那你說我沒創口 我沒創口 那就是病毒切的配置 這樣 這樣應該不會很難